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五个月后回看白玉兰事件,对王一博有哪些影响? 今年六月份的白玉兰事件,看戏的吃瓜群众面对剧粉和主演王一博粉丝的抗议没少落井下石,嗤之以鼻。 后来事情闹得沸沸扬扬,出品方和制片人都出来发博道歉,希望可以稀释宁人。 很多人嘲讽,这下王一博粉丝可把资本给得罪完了,王一博要被封杀了。 事发五个月后的今天回看这场闹剧,造成了哪些影响呢? 结果大概就是,王一博情节热烈提名了金鸡营地,他的事业没有受到任何影响, 反观在那之后的追风者有关宣发基本上都将这位纠战雀巢,笑料摆出的男二全方位无视了。 其实在追风者播出期间,热度持续发酵,引发共鸣的是男主为若来的思想转变和觉醒,播完以后更是持续破圈。 各个党媒宣传的都是男主为若来争相报道,一区时送红军引的无数类目。 剧方却资本操盘,为反派男配报男主,分明就是打了这些官媒的脸, 如今现在被人家善回来了,毫不意外。 结果现在呢? 今年爱奇艺为二的热度破万电视剧,豆瓣开分7.8的优秀作品, 本该拥有更多的荣誉,却被剧方就这么做没了。 为了保一个男三,一个从头到尾反派在最后五分钟洗白的角色, 而打压一个好评如潮的出圈男主, 弱得现在的下场,不可谓自讨苦吃。 就算在之后金鹰奖的填报过程中, 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作为唯一男主参与竞争, 但因为之前的闹剧影响也注定了追风者无缘最后的角逐, 就这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 王一博凭借热烈中饰演的陈硕提名37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, 同时热烈还获得了金鸡奖的五项提名。 这就意味着王一博2023年主演的三部电影作品, 均获得了金鸡奖提名, 王一博本人也获得了两项个人提名。 这也是邪不压正的体现, 面对不公与打压, 我们要勇于抗争。 如今, 王一博也在逐渐成为一部作品的质量保证, 让人潜意识地觉得, 王一博拍的作品肯定不会差。 他爱心羽毛, 潜心拍戏, 相信未来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王一博, 多期发展的全能偶像, 以热爱铸就辉煌。 王一博是歌手、 演员、 舞者、 赛车手, 多才多艺, 凭借才华和努力在多个领域取得佳绩, 激励年轻人追梦。 他谦逊低调, 感恩粉丝, 未来可期。 在娱乐圈这片璀璨夺目的星空中, 有这样一位青年偶像, 他以不凡的才华, 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, 成为了无数粉丝心中的光芒。 他, 就是王一博, 一个集歌手、 演员、 舞者、 赛车手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全能艺人。 今天, 让我们一同走进王一博的世界, 感受他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与热爱, 以及他在不同领域所展现出的非凡风采。 王一博的演艺生涯始于音乐。 他凭借着出色的唱功和独特的舞台表现力, 迅速在乐坛展露头角。 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情歌, 还是动感十足的舞曲, 王一博都能完美驾驭, 用歌声传递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和情感。 他的音乐作品不仅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, 更在各大音乐榜单上屡获佳绩, 展现了他非凡的音乐才华和影响力。 除了音乐, 王一博在演艺领域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敬业精神, 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, 让观众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多面性和可塑性。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翩翩公子, 还是现代剧中的热血青年, 王一博都能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, 让观众为之动容。 他的演绎之路, 不仅是对自我挑战的不断突破, 更是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坚守。 然而, 王一博的才华远不止于此。 他还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赛车手, 85号赛车组的领衔人物。 在繁忙的演绎事业之余, 他依然抽出时间进行赛道测试, 不断提升自己的驾驶技能。 对于王一博来说, 赛车不仅仅是一项运动, 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挑战的追求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的真谛,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尝试, 不断探索, 不断前进的偶像形象。 王一博的身份切换如此丝滑, 让人不禁感叹他的多才多艺和无限可能。 他能够在时尚盛宴上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, 也能够在赛车场上挥洒汗水, 追逐梦想。 他的每一次亮相, 都让人眼前一亮, 仿佛是在告诉我们, 只要心中有梦, 就勇敢地去追求吧。 王一博的每一次尝试和挑战, 都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, 人生就像一场赛车比赛, 只有不断前行, 不断超越, 才能抵达心中的终点。 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, 不懈努力, 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榜样和力量。 更难能可贵的是, 王一博在追求梦想的同时, 始终保持着谦逊和低调。 他深知自己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粉丝的支持和鼓励, 因此他始终将粉丝放在心上, 用自己的行动回报着他们的厚爱。 他的每一次成功, 都离不开他对梦想的坚持 和对事业的热爱。 王一博, 这位多期发展的全能偶像, 用他的才华和努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他的每一次尝试和挑战, 都让我们看到了他不断前行的脚步和不断超越的勇气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 相信他会继续用自己的热爱和执着, 创造更多的辉煌和精彩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在未来的道路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 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 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